进房吧 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如果您在休斯顿想置业 或者是您在休斯顿有物业想卖出 包括住宅地产 商业地产 农场 林场 牧场 公寓 鞋子楼 酒店等等等等 都可以联系JJ休斯顿地产团队 我是JJ 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开放主题咯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要门间 这套要门间现在还不出售 但是马上可能就会出售了 出售的价格可能会是在39万左右 因为它是一个湖 一进来是一个高条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客厅 然后左手边是一个dining room 窗帘都是包含在内的 然后往里走 这边是一个没有窗户的一个房间 这是一个minning room 然后再往里走 就当一个宽敞的客厅了 这个房子是个湖景房 所以看出去就是湖景 一个大客厅窗户也非常的大 然后看出去的景观是非常漂亮的 这样子 待会我们再出去看一下 然后大客厅的旁边是一个dining room 是一个早餐厅 然后这边呢是比较漂亮的一个厨房 大倒台 这些全都是升级 因为它是要门间嘛 然后这边呢是储藏室 旁边这儿也是储藏室 再往里走是洗衣房 而是客人用的洗手间 这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还是带窗户的 然后这边进来是洗衣房 但是这个洗衣房是连接着主卧洗手间的 我们待会再看 然后往这边走呢就到了主卧了 主卧是放了一个king的床 是很舒服的而且这个主卧的挑高非常高 这主卧的挑高基本上在15个废 看出去也都是湖景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浴缸 淋浴间 然后对头的两个sink 就是这样的一个构造 再往这边走呢 是有一个带窗户的一个马桶间 然后里面是衣帽间 衣帽间还是蛮大的 然后另外一边 这边是一个洗衣房 就是刚才我们指的那个洗衣房 就在这里 从洗衣房出来的话就去客厅了 好 现在我们就去二楼看看 二楼呢分左右两边 右手边是这边是休息的区域 然后另外一边是game room 我们上来了之后呢就看到这样的有game room game room的旁边是有一个套间的 这边是一个套间 套间带洗手间 这个套间带一个洗手间 里面是洗手间 这个设计是很好的 因为住起来比较方便 然后呢另外一边 就我们从楼梯上上来的另外一边 是两个房间共用一个洗手间 这一个房间 中间是洗手间 那边还有一个房间 这是其中一个房间 床是一个queen的床 然后再过来就是洗手间 里面是马桶间和淋浴间 但是这边是带窗户的 然后再往里走 是另外一个卧室 这就是二楼的一个构造 好了现在我们去一楼的 现在我们下楼去一楼的 漂亮的湖景的院子看看 我们到院子看一下 一打开门就是一个这样的padeo padeo比较小 但是后面的院子很漂亮 这个院子很大 后面就是湖 湖水的面积非常宽 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到这套房子 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了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房子位置 为什么地方 我们今天看这个房子呢 就是在 休斯顿Richmond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离 休斯顿West Park 这条高速公路非常近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这边呢全都是新房子 有些地图上没有更新出来 其实已经全部建完了 就这样的一个位置 在West Park这条高速公路 给大家画一下 这条West Park高速公路 以这条路为界限 然后99号高速公路的交叉口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画圈的这一部分 就是南Kitty 这一部分学区很好 华人也是很多的 然后我再画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老Kitty 这边就是房子旧一些 然后在上面这一块 就是亚洲城 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虽然在Richmond 但是它离亚洲城 还是很近的 十几分钟就到了 我们再看一下 它离其他地方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现在画出的 这是中国城 然后这个房子到中国城 就半个小时不太到 就到了一条直线 直接到中国城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其他地方 比如说我们现在 再画出的这个位置 就是医学中心 那这离医学中心 还是有点远的 得四十分钟才能到医学中心 那我们现在又画出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休斯顿最大的商场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Kitty 比较大的商场 Kitty Mills 这就是整体的一个位置的区间 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 欢迎叫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G 我们下期再见